這位司機被整班警察圍著 難道又是甚麼大案?原來是喝醉酒呀 星期六十二點多 這個男人停了一部保馬 在大維格田村的村口 連時都沒有識在車上睡覺 警員上前折茶叫他下車 他就嘗試逃走 警員口頭警告過他之後 就開車門將司機帶下車 期間有人發爛襲警 最終就被另一個警員噴胡椒噴霧制服 據了解他一陣走隨 涉嫌襲警被捕 警員就報稱胸口痛 糾纏期間亦都傷到膝頭 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